每一排酷乙嘛 他們說是恐怖分子 對著了我們這個經貿大廈 等於是上海最高的 因為我有朋友在裡面 前排他們說是 整天是徹夜要演習 他們老是搞這種演習 對面這一片就是浦東 很熱鬧 燈光非常的好 這個冰江大道 還有去外灘 他們晚上開燈 一直開到十點半 然後這個大橋呢 就是南浦大橋 是建立在 黃浦江上面的第一座大橋 南浦大橋 大家仔細看一看 這上面紅色的四個大字 這個南浦大橋呢 是由這個著名的 這個鄧小平同時提寫的 這個浦啊 是不是一點好像是 下來了一點 有沒有看到這上面 前面還有一個 這個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為什麼點會下來一點 沒有人講過 他說有兩種說法 一種是他們說 鄧小平比較矮 所以他在寫的時候 一點就點不到這麼高 就點到下面 另外呢 他到了這個晚年的時候 他不是得了這個帕爾金 帕爾金斯症嗎 他正好在寫這個譜子的時候 這個手一抖啊 就抖下去了 鄧小平會自己上去寫嗎 不會 他就是說自己寫完了 然後根據他的字樣 再重新再刻的嘛 這個是 這個是 兩種說法 而且這個南浦大橋 它的影橋非常的長 有八千多米 其實這個影橋這個設計 這個大家都想不到 其實是我們以前這個 上海的一個中學生的設計 中學生很不容易 因為這個原先在造南浦的時候 這邊附近都是有居民樓的 所以說在建造這個南浦的話 因為它的跨度比較大 所以說是採取這個漩渦 就是說是從這個 是漩渦一樣的 漩渦一樣的這個影橋的方式 這個是又能夠是 慢慢慢慢不至於這個斜度特別的大 因為跨度大嘛 不至於一下子上來 而且也能避開旁邊的一些建築物 所以說這個是設計 是出自一個中學生 這個非常雛形的一個想法 這個大橋就是有這兩點 南浦大橋首先是第一座 另外這個字是我們鄧小平 同志提寫的 另外這個設計呢 是由一個中學生 想像浦大橋這邊 是特別是最長的這一棟橋 八千多米 然後這個也是 因為這邊上海的地獄都比較寶貴 下面利用了一點空地 種了一些綠化 然後還有一些這個公交 這個巴士的這個終點站都在下面 都在橋墩下面 有一個建立一個公園 這個中央它綠地一樣的公園 然後有一些這個 公交車的終點騎士站 坐在這個南浦大橋下面的這個空地上面 南浦大橋 山浦大橋 山浦 Stacy 山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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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